在這個行動裏面我們要反倒退 什麽叫反倒退呢 就是我們以前做的事 我們不應該因為警方的限制 現在不去做 亦都是不應該警方的限制我們去做 所以我們去總團辦有很多限制 我們都盡量突破那些限制 是去表達我們不會接受 因為警方很無理的限制 但同時我們又很堅持 是用一個和平的手法去表達 所以我們是平衡兩方面 一方面我們不會說 就是警方那些無理的 我們不會接受 但同時我們也是堅持我們一貫 是整個香港社會 大家都希望是用一個和平的方式去表達 但我又覺得現在很多不同的方式表達 亦都是正常的 因為這個政府真的對很多問題的打壓 是令到那些市民覺得是真的不可以接受 一定要用更加強烈的方式去表達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你已經看到了 你也知道你以前是 你都試過去中原辦到抗議 留曉波被判刑 或者要留曉波放人的時候 你都一度和警方推撞 甚至是衝過由中原辦 你自己都曾經被捕 那你說我們會平衡這兩樣東西 但他會不會看到 除了你說的壓力多 那個壓力是越來越大的話 這個平衡 將來你繼續增加下去 繼續走下去 又被警方鼎鼓 警方所謂的打壓的底下 在這個壓力底下 會不會遲了一天爆發呢 其實呢 剛才你說中原辦那件事 其實第一 好笑的 我們不是衝進去的 警方當然說我衝進去 我走進去的 大家知道中原辦 那天呢 就令到我們是非常扯火的 因為他用了一個剪刀 剪傷我們一個義工的手指 大家一邊綁絲帶 他就剪了 一邊綁絲帶 一邊綁絲帶 我們當然說 喂 警察應該抓人 因為他傷害了我們的示威者 我們和平地綁絲帶 他傷害我們 大家一直在爭持著 我那天老實說 我也是比較 還是憤怒中年 林曉波剛剛挖了11年 我就真的很慶 你又去弄壞 弄壞 剪傷我們的手指 那次的事件呢 就是 他突然間 他開門了 他開了一閘門 那我就走進去 很自然的 你開門給我 我加上去 勤越勤示威路 是不是 你去示威 你不是請客飯 那進去示威 那些警方就開始想捉我們走 那我們就站在那裡 不讓他們捉走 那裡是有少少的 警方當然想抓我們 那裡有個衝撞在那裡 最後他就檢獲我們 是非法集會了 非法集會 就告完了 打完一連官 暫時 那個暫時 那個裁判官就 控告我們無罪 但是呢 政府現在怎樣呢 一定跟我們 是搞到底 許要雙叔 那現在我也是 揹著 準備揹這個官司 繼續揹下去 但是我覺得這些是 一個表達 等於我說 反倒退 就是我們以前 是廣黃師帶 你是給我說的 現在你是不給我說的 我們可以 是去抗議 我們可以喊口號 我入了中聯辦 你把我們的移工出來 那我們覺得這些 其實是在限制著 香港人的自由 所以你說 我們會把壓力都爆下去 那我們一定會 判斷準形勢 一直用一個合理的抗爭 繼續爭取主流社會的支持 繼續去合理地 去爭取我們的權益 然後我想 相信市民見到警方不合理的時候 他們都是站在我們那邊的 好了 那我們問問一下 剛才的李翠陽